是有一點點這個上檔的壓力 盤市的觀察電話線上 要先請教到的是摩爾頭顧的 陳俊妍分析師 老師 午安 吃緊午安 全國觀眾朋友午安 好 要請教老師 看到說今天台股是呈現開高走低 那麼當然我們知道說 晚上有美股的四屋日 還有就是在今天尾盤 有副時指數的調整 通常這個波動會大一些 現在看起來呢 可以看到今天真的是 有一點開高走低 而且收斂的漲幅蠻多的 很多個股看到說今天強勢的族群 比如說像之前這個系統 昨天不是公共漲停嗎 現在這個跌幅也是挺沉重的 那麼包括今天這個網通族群 新通 政績都拉回 封測的台新科智商也有拉回 還有像是在音業達 神機也是出現拉回 倒是今天看到 這個鋼鐵人跟航海王接棒 還有在這個今天 像是在這個矽晶園的部分 中美金啊台聖科這些 都有做接棒的力道 老師來教一下 我們現在到底怎麼選股 操作策略又怎麼看呢 好 那第一個 那大盤的部分 那賣壓很沉重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跡象 這個跡象其實從12月開始 就不斷的存在 然後那因為我們在連線的過程 我針對11月27號 大盤不是有一根破十字線的長黑嗎 那一根的十字線長黑 完之後我們就聊到說 大盤指數 那個指數最甜蜜的軋空期已經過了 所以接下來你只要看到大盤創新高 鐵定會拉回做整理 但這個拉回做整理 它也不是行情翻空 它只是沿著十字線的一個力道 然後做一個買盤 然後上下來做沖洗 昨天的大漲今天又創新高 其實拉回整理 其實只是12月以來的一個慣性而已 所以不需要太過於去擴大解讀 那我們有聊到就是說 針對趨勢的部分 第一個部分 大盤的季線是翻揚的 所以你即便是出現賣壓的 但是這個賣壓也不會就是說 把現在的多頭的行情給交習 這是第一個 那所以大家你在操作面的部分 是不是第一個不要去追那個漲起來的 買黑不追漲 這是我們在前面不斷提醒大家的 那所以你會看到就是說 昨天漲的 包含昨天拉漲停的股票 今天不一定會漲 所以當然你聰明一點就是說 這樣大盤就已經告訴你嘛 沿著十字線往上走嘛 那你是不是有些股票 如果是黏在十字線附近來做整理下跌的過程 它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那我們另外會跟大家去強調的說 針對大盤季線之外來講的話 就是台幣回升的趨勢啊 大家只要去看時間啊 就一直到明年元月 這是整個過去來講的話 15年的一個慣性 它只是一個週期的慣性 並非有什麼樣的影響 剛剛主席有聊到說 那個晚上的事務日 那包含整個在這個時間點 也許大家會覺得說 這是晚上又要發生什麼大事情了 其實那個事務日說穿了 它只是就是說在整個國際 我們講簡單一句話 就是國際的資金 在做換倉的一個過程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今天晚上美國股市 不管是出現了一個什麼大動盪 都跟台北股市的趨勢是沒有關聯的 好吧 因為台北股市的趨勢方向 其實已經從整個台幣的回升 那一直到現在 它已經是決定好的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現在這個時間點 大家你只要去抓個股的輪動就好了 所以我們有去跟大家聊到 就是說沿著時日線往上來做延伸 那我們今天可以看到 當然因為那個聯發科 已經成為是準天津股了嘛 對不對 這檔股票我們跟大家追蹤了 滿長一段時間 那也跟大家聊到說 這一檔股票是所謂IC設計的靈魂 為什麼 當大盤在9月10月表現不好的時候 他老兄其實是沿著時日線 往上來做攀升嘛 任何的拉回3日內必有買盤 把它帶回到時日線嘛 所以這一檔股票 當我們已經知道 它是IC設計的靈魂的時候 好 那現在這一種 有賣壓涌現的行情裡面 那你需不需要去擔心 不需要 你反而在這個時間 應該去看一下有沒有其他 震盪整理的IC設計的股票 那沿著時日線 甚至就是說 更強 沿著五日線這一邊 有一個買盤力道來做推升 這個股票反而是 你在這個 震盪的過程來講的話 有介入 後面就有機會 那我們跟大家去聊到 因為IC設計主要的產品應用 都是在消費性電子 任何的3C產品 都其實都跟IC設計的晶片有關 那我們跟大家聊到就是說 網通族群在最近表現非常好 對不對 如果大家你記得的話 那個高價股裡面 我們在上個月就跟大家提到 一檔2379的瑞譽 2379的瑞譽今天雖然是下跌的 但是你可以發現這檔股票 它是全球第三大的網通晶片廠 它跟IC設計的聯發科來講的話 它算是台廠裡面的 算是大廠晶片 所以我會跟他談到說 像這種下跌的行情 這種股價下跌的過程 大家你可以去看一下 它的股價是不是沿著時日線 最近來講的話 這個禮拜有漲有跌 今天是下跌的 可是它下跌買盤的力道 還是撐在五日線上方 這個跡象來講 就告訴我們說 前面我告訴大家 一個所謂騎牛背的概念 沿著五日線 它是走更強的軋空的走勢 所以像這一種股票來講的話 你可以在這種看似賣壓的過程 你如果想要去賺高價股 中高價股的輪動來講 這個時間軸 就是你應該去注意的 另外來講 我們去可以看到 前面幾天有去跟他聊到 一個6679的玉泰 其實這一檔股票 它是所謂 那個麥克風場 麥克風晶片 然後是英特爾這邊的平台來講 讓它有一個出貨看聲的機會 大家可以去看到 這一檔股票 連續的第三天來做震盪整理了 可是你去看它 是不是騎牛背的概念 整個沿著時日線往上走的買盤 其實已經 從上個禮拜開始了 這個禮拜突破一個整理區間之後 現在雖然一根藏紅之後連續三天 這第三天的整理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沿著五日線這一邊來做撐盤的 所以表面的下跌 大家你只要用一個很細微很簡單的方式 三秒鐘瞄過去 其實這些都是機會 因為我不得不跟他來聊到這一些的 就是三五百塊的中高價股 當然去看一下 因為這個禮拜 大家應該都會知道一檔3533的加折 沖上千金了對不對 這檔股票原本是牛皮股 大牛股發生 今天早上還衝漲停 那你去看到一個效應出來 其實在中高價股來講的話 11月下旬就已經開始發動了 尤其大家你去看那個時間軸 它那個時間軸就是 從生技防疫股 高點拉回之後 開始就是說市場的事情 最近開始去拉抬那一些 前面10月11月比較沒有表現 甚至是300塊以上的中高價股 大家去看一下 那個所謂抓資金流向 大家去看一下 你切一下9919的康納箱 跟1325的恆大 我們如果記得的話 在11月底那一波的行情裡面 有因為大陸那一邊的流行病毒的疫情 那時候大家可以看到 哇 生技股好強 能不能追 那時候我們在電話連線裡面 有提醒大家 其實生技股在疫情過後來講的話 最近這兩年說穿了 它只要一個效應出來 就是3到5天的一個激期 所以你會發現說 當生技股的高點 12月4號 12月5號 建高拉回之後 市場的資金就全部的 湧現到前面 10月11月沒有表現低激期的股票 那這一個禮拜 大家很明顯的可以去看到 就是說中高價股開始做輪棒 來做接手 這個跡象非常明顯 而且這一些股票包含了加折 他們的買盤力道 而且是騎牛背的跡象 所謂騎牛背就是 沿著十日線往上走 站上十日線 然後45度角 沿著十日線往上走 這個跡象來講 甚至五日線 這個跡象來講的話 你可以從 他們的時間籌 就從12月4號 12月5號 生技防疫建高點 然後12月4號 12月5號 陸續6號 7號 那一個禮拜開始來做進行 所以大家去看一下 市場資金流動來講 從這個跡象就可以很明顯 去比對出來 所以我跟大家來聊說 現在大盤大家很關心的是 賣壓好沉重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其實亮點都在盤面上 那當然另外一檔就是說 我們可能跟他介紹的 可能要去聊到了說 今天來講也是下跌的股票 因為這種行情 反而下跌的股票 它是亮點 前面來講 我們有跟他去聊過 一檔的安格 這檔股票 因為IC設計說穿了 它的產品應用 除了是消費性電子 旺季之外 我們也要去留意一下 集團作帳的效應 安格來講的話 它是神盾集團 神盾集團的晶片廠來講的話 除了神盾 安國 迅捷 大家這三檔股票 前面在11月的表現都非常亮眼 雖然最近陷入一個震盪整理了 但你可以發現說 神盾集團裡面的晶片廠 股價積極最低的就是安格 安格這一檔股票 它的產品主攻 TFC跟影像轉換的傳輸晶片 所以一樣 在現在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既然消費性電子 跟集團作帳的題材 它是延伸力道是可以看到明年元月的 所以現在這種下跌行情裡面 你反而可以去關心一下 像這種相對集團裡面 集團最低的股票 是不是能夠在今天像這種 最近安格他是日K 已經是五連黑的狀態 去看一下 如果在今天的收盤 能夠收回到十日線 甚至下個禮拜 能夠沿著十日線來做整理的話 這檔股票後面的爆發力 也許大家可以去做追蹤的好不好 那另外來講 當然小股票來講 就是那一個6233的旺九 雖然今天來講漲幅沒有很大 但是你可以看到 那個沿著十日線走的 那個跡象非常明顯 大家都可以在這種行情下去做留意 以上是我的分享 好那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那馬上回來 好剛剛老師幫我們解答了這個盤面上一些電子股的這個表現喔 好當然今天可以看到說在除了電子族群之外呢 剛剛老師有提到這個小股票嘛 中小型股的股票 持續來帶我們做一下這個盤式 還有說在族群的解析 好那說實在的 現在這個時間點 大家可以去看到幾個亮點 因為前面可能比較牛皮的股票 甚至你沒有看過漲停板的股票 就忽然之間會漲不停嘛 我們今天可以看的到 應該說這個禮拜可以看的到 那個OTC的權重股 我相信就說大家應該都可以留意到環球晶啦 因為環球晶這一檔股票來講的話 它是OTC權重最大的一檔股票 它在最近的表現來講的話 已經是過600元了 大家可以看到 這檔股票就是說從來都沒有漲停板 但是就可以沿著十字線漲不停 那我們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我們其實在10月底11月那個時候來跟大家連線的過程 我去聊到矽光值產業 矽光值產業裡面我們聊到說很多的那種相關低基期的股票 都是在累積的產業 所以當時我們跟他聊到5483的中美金 它其實跟環球晶一樣在進入12月來講的話 完完全全是沿著十字線往上走 今天來講快要挑戰200塊的高點是199 那所以大家可以發現就是說 當一個族群或產鏈裡面已經有領頭羊衝出來了 也許不會是漲停板 但是你只要從它的股價跡象去抓到 能夠就是一段就是完完全全騎牛背 或者是軋空的走勢的話 那你現在這個下跌的行情裡面就要去留意說 它的那個後續來講有沒有那個低基期 以後面會跟進來做輪動的股票 那產業那個累積產業來講的話 我們就要跟他去聊到一檔 這一檔來講的話也是成績環球的 那最近才開始站上了十日線 然後沿著五日線往上走 這檔是6182的合金 這三檔股票其實都一樣了 相同都是那個累積產業 另外來講的話 它其實是由那個環球晶開始做領頭羊 然後再來中美晶跟上的 那現在來講我會跟大家來聊說 一大盤雖然有賣壓 但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低基期後面會有輪動補漲的機會 那6182的合金 是不是大家可以在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好好的去關注一下有沒有一個機會來做介入 那當然了 另外來講就是我們要跟大家 要去聊到的是IC封測的輪動 IC封測來講的話 如果大家有去留意 其實在最近這個禮拜的行情表現非常明顯 那這樣一個產業來講的話 其實市場是有看到它即將走出景氣的谷底 那我們可以去看到 靈魂來講的話 那個IC設計就是聯發科 那以封測股來講是3711的日月光投控了 你可以看到日月光投控 它是從11月開始跟聯發科是走相同的 沿著十日線往上走的一個過程 所以你會發現說當靈魂股已經走了一段了 那那個相對低基期的IC封測來講的話 它就會開始來做輪動 這個禮拜表現最亮眼是6239的歷程 那歷程來講的話已經是連續的往上走 昨天是拉漲停板 今天大盤有賣壓 它是開低然後往上拉 那低基期的股票 大家應該都在我們年限過程當中非常熟悉 一檔是3264的新權 那一檔是6257的矽隔 矽隔今天雖然是一個回跌的走勢 大家可以去看到它的亮點是在說 它的買盤力道很明顯在守著十日線 跟五日線的一個均線的扣底位置 所以這樣的股票來講的話 它都是在一個輪動非常整齊的族群裡面來做排列 大家與其就說你的目光去看說大盤有賣壓怎麼辦 不如讓你的思維跟那個目光去看一下 領頭羊的股票出來了 我們去看一下領頭羊會帶一個相同族群 如果低基期甚至還沒拉漲停板 甚至就是說它剛突破箱形區間 那就真的不要害怕下跌 那這個是我在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可以告訴大家 提供給大家的一個操作的方式 好 好 也非常謝謝老師的分析與指教喔